然后我现在讲了一个情景 假设我代表金山云 郭董的公司去来做校招的宣讲 好 首先啊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山云的校招宣讲现场是吧 我是你们的郑老师啊 今天我们只讲两个话题 第一是什么呢 讲互联网在做什么事啊 第二呢 讲金山云是什么 如果当我讲完 你愿意来金山云的话 请举行你的双手啊 第一点啊 互联网的话是一个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啊 我们来服务千家万户 让我们的生活更便积一些 在互联网的话非常开放 所以我提到互联网的style是 你的衣服可以随便穿 夏天可以穿拖鞋短裤 女生可以穿得很性感 但是在教育穿的行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们是年轻的 00后95后 一定要选择互联网行业 当然看我们第二大问题啊 互联网里边话怎么选 要选择面向未来的行业 比如说什么 AR 人工智能 面向未来 云计算 面向未来 如果通我的演讲 你们愿意来金山云的话 请举手 没有吗 这个你的这个演讲啊 整个过程就跟那白开水似的 我们都困了 你的状态也没有 激情也没有 然后你也别拿金山云 做一个吸引力 吸引力不够 重要的是你的演讲魅力 不是 都不具备 在整个演讲里面 你没有说 同学们来了以后 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 工作的环境 他们的岗位会是怎么样 金山云的业务现在怎么样 其实企业是想吸引人才来的 那我们对人才的这种 给予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这里面没有去讲 就非常基础的一个 跟大家去普及互联网干嘛 现在互联网 叔叔 小规 我觉得我不评价他讲的内容 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 校招的这样的一个演讲 潜意识也就是 你可能认为你这个 你是很适合做这个 你的优势是很适合做这个 但是其实我们去看 真正在校招 做校招演讲的 可不是一般人 绝大部分的校招演讲 都是创始人 甚至HRD这样的 而且还要经过反复演练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对自我的认识 是不清楚的 那么你对这样的一个市场的 判断是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 我不认为你能做一个 很好的运营 书涛你肯定选这个演讲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呢 产品运营呢 也不需要那么强的 公开演讲能力 其实你应该把你在百度 在阿里的 这个运营的工作当中 你怎么对细节进行处理的 怎么得到领导的赏识的 把这些事你要讲 其实在第一轮 我给两位留灯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想看看书涛 你前面在三个互联网 巨头公司 你到底做了什么 因为你写得太含糊了 可能我的表达能力比较差 我呢当时是准备是 在后面进行补充 但是后边的话 因为这种台上比较紧张 这个当时的话 没有去回复过去 来 换一下 唱首歌 唱什么歌 那个Bongjoie的 It's My Life 好 来 掌声欢迎 清唱 唱歌的时候 实际上感觉挺爽的 It's My Life It's Now or Never I'm gonna live forever I just wanna live where I'm alive It's My Life 谢谢 平时喜欢唱歌是吧 我很怀疑你真的 不做产品运营的话 真的会去干一些娱乐产业 有可能会去做美发电 好 来 我们进入职场经商课堂 如果你的下属 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又不服从你的管理 你会怎么对待他 我觉得要看他不服从 我哪方面的管理 那如果说我的公司是一个 OK啊 导向的 那他如果只是迟到 或者说早退 但是他的这个目标任务 已经完成了 那我觉得这种我是OK的 那如果是我们公司 就要求这种朝九晚五 你必须做班 然后他还不来 那我觉得可能要谈 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那我会找HR跟他谈 HR谈还不行 那他还是不行的话 那这种可能就 直接就开掉 如果他就是跟你对着来 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是不干什么 但是他业务能力却不错 怎么办 调 调 调主 去调杠 调杠 调了杠还不行呢 他如果对其他的领导 也有意见的话 那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 冲突管理做得不好的一个人 那我觉得到哪儿 可能都一样 那可能这种人 他能力非常强 那我觉得他可能 适合自己去创业 如果他综合数字 也很强的话 郑树涛 把耳机拿下来 郑树涛 涛涛 来 再到这儿来 完全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 我发现你很专注 来 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童老师 我有两个答案 就是第一种的话 就是我可能先需要问他 就是如果是问他 我哪个方面做得不好 你不满意是吧 我们可以沟通 先把矛盾给缓和 或者解决掉 第二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的话 可能是我们先沟通完 如果说他还是不服从管理 然后我没有问题的话 可能会选择一个极端手段 把这个人咔掉 咔掉 如果你的下属 就是李浩阳这样的人 他不服从管理 这个会破坏整个团队的 一个氛围 而且如果经过多次的 这种沟通 还是不合适的话 只能说忍痛割爱吧 先咔掉他 还是咔掉 你带过几个下属 你的团队 最多时候有六七个人 你呢 姬野 你带过多少个 九个 你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没有 这种一般聊起来的话 都会比较好 我特别担心两位的回答 就是如果说 你在公司里面做忠诚的话 如果说碰到 不服从你管理的话 都咔掉的话 这个忠诚是不合 曹总有个原则 就是说的话 第一 他就公司的话 贡献是否足够多 是否服从管理 是否会破坏公司 整个的大胆围 我考虑大胆围 说他我问一句 如果这个不服从你管理 还有能力的人 是你直属上级领导的至亲 这个时候你还开他吗 如果有的话 我会选择得罪这个上级 得罪这个上级 对对对 就是该看还得看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个问题 在很多企业里面经常发生 一般企业都会怎么样 叫绩效考核 如果说你真的有能力 你可以自立一摊 而不是开掉 开掉是最假设的 对 一般我们是 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公司是不允许 就是其他的部门总监 去开人的 但是你可以告诉人士 说这个你部门不用了 由人士去安排 但是说他不能卡掉 东白 我会有不同的观点 我比较支持树涛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公司 是一个组织 而不是团伙 如果说我们的公司 特别依赖个人能力 那是一个团队早期的状态的话 那保留它也许可以 但是如果说公司 已经迈入了一个组织 协同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一般的在座的公司 我想基本上 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东白我不太同意 我不认同东白 我非常要反对 我觉得是这样 计也的分析里头 首先分析的是 自己的公司的特点是什么 有些公司可能就是需要 在管理上特别严格 有些公司可能在某些业务上 就需要独狼型的 这种明星销售 或者类似这样的岗位 所以我觉得他从公司特点 先去做分析 然后根据公司的需要 来设定自己的管理方法 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就你比较满意计也的回答 但是我们确实在这两位选手上 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特点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 既也就是一个管理型的角色 他只是做人的管理和时间管理 PMO的定义其实也是在这儿 他对业务运营是不了解 而对于树涛这边 我觉得他就不是管理的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要给他留灯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些 具体的业务运营上 能做一些事 虽然今天他还没有表现出来 徐琳我要反对你一下 我觉得一个项目经理 如果是真的是像 既也这样 只是人浮于事 安于流程 绝对不可能做好 不同的企业里头对PMO的定义 也都挺不一样的 无论是任何企业 哪怕你是一个工程 你如果对工程不了解 你说我就来是喀什坚来了 根本不可能做好 任何一个行业的PMO 一定要对这个行业的专业 知识要有深入的了解 那好像你觉得 他们两个的专业的话 哪一个更强呢 就在他自己的岗位上 现在看他俩都是 这些企业家 其实对你们挺感兴趣 但是你们过去以往工作能力 实际的体现 的确没有听到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先点说吧 其实在工作里边画 同意没多的用 比如说在百度的阿里 做了很多工具 然后每天的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的工作 是影响的面非常大 而且做了比如说 产品设计啊 需求分析 项目管理都去做 而是做得非常特别好 比如说这种类似 我急死了 对不起啊 这个我真的是 陀老师不敢怎么骂 我都要打断你一下 你剩下的30秒 你要怎么讲 不是我做了很多好产品 我产品特别受欢迎 而是说我做了一款什么产品 叫什么名字 它获得了多少的用户 用户的每天的停留时长 是多少 而在我的帮助下 它从多少的时间 增长了多少时间 对吗 你还不给我们细节 你还在做表扬自我 因为这样 就是在大公司啊 分工非常细 我能看到的话 只有自己的数据 我不是说我是看不到的 这种情况 我知道是比如说 通过我的工作 在一周里边 数据多少是能提升40% 比如说这种 被产品里采纳的一个几率 上线了这功能 我知道这个 其他地方我是不了解的 因为我们分工非常详细的 这是个剧头 来 季爷 是这样 我之前在惠普 包括做亚太区的项目经理 然后包括做PMO 大概一共两年时间 做过200个标准 以及非标准的 这种交付项目 然后我们惠普是在 16年时候 把三星的打印事业部 并购过来了 那他在中国区的 整个并购整合工作 我是作为项目经理 整个项目 差不多100多人 项目历时10个多月 这些项目都是我做的 树涛跟季也 是咱们这个 应聘的两个极端 就是这个树涛 不太善于言辞 但是他每天 其实在百度在阿里 就是要盯数据 然后出方法 然后做优化 然后做这个闭环 你看你都没有 帮他梳理清楚 就比如说 他最后再说清楚 他不是做运营 他其实只是做用户调查 对吗 不是 他做运营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在做数据分析 因为他不知道运营数据 就说明他其实并不知道 真正后端的提升 他只是提供一些 他刚才他说提供一些 用户的调查 然后给到领导 没有 没有 他做一端产品 做数据分析 我们不再争论 这个符合沐延的 一贯表现 沐延从来只是注重细节 他对宏观上面会忽略 树涛其实也是 在这整个的表现过程中 对细节更重视 宏观差一点 那么技也可能 更多的宏观上 更强一点 对吧 但是没有给我们说 这个石操的感觉 我故意跟他导师的水平 也差不多 所以那完全体现了 两个导师的性格特点 在两个选手上体现出来了 所以